大師解碼的時間又回來了 繼續有我John和郭倫sir 各位觀眾好 我們先開始報一報我們的指數 恆生指數現在升了81點 是24,564點 國企指數升了147點 報1,1,722點 厲害 麟sir昨天有個新聞 有個演講 最近新聞多落落 不過昨天這個比較好 演講成立了一個基金 幫助香港青年創業 10億元 很厲害 每天都說馬分 不過他很懂為自己製造新聞 每天都有新聞 我們還一直說如果我年輕 不知多少年可能可以玩一下這個基金 你記住15年前馬雲都是一個中英文教師 甚麼都沒有 他有個想法 他說打造一個網上的購物平台 真是由零做起的 那時找到Yahoo和SoftBank入股 越來越做越大 做到現在全世界最大的購物網 馬雲成為 現在不是中國首富 曾經是中國首富 因為他因為股價插水 所以首富補助暫時釀了出來 不過可能接下來有星巴 不知道 不過他真的很厲害 你如果聽他說的話 你就知道他的口才非常好 英文厲害 口才好 在美國那裏完全是吃香 他經常說自己要改變世界 你問他甚麼 他都有答案 他不怕你問甚麼 他甚麼都是從容回答的 而且回答的東西都是非常精彩的 好像昨天他演講的活動 都是有人發問題 他都是回答得快而準 有很多精彩回答 是的 昨天他在會展那裏 為他的青年創業基金做事 他就投資10億港元 在香港就資助投資青年人創業 他說了一件事很重要 香港不可以永遠靠地產 他說未來20年再玩地產 香港就不行 他說當中的原因是因為年輕人的問題 他說他們只掛著前人步伐 只掛著炒樓 就是這樣 搞到香港仍然保持樓市 他說所以就要靠這個平台嘗試 想怎樣去令到科技融入轉型 幫香港 是的 沒辦法 你知道樓價由97年到現在升了10倍 香港的財富 我想百分之90 都是從地產那裏來的 年輕人那些聰明人 全部都走去做地產 其他的投資沒有人投資 那怎麽辦得呢 所有其他產業都沒有發展 無論文化 其他商業經濟活動都是弱點 只是地產一件事 他說得很對 如果香港只是靠地產 20年之後 香港就慘了 那怎麽辦呢 香港可以發揮些什麽 他又說他自己是要做成一間數據公司 他說現在阿里巴巴雖然很多平台是免費的 但他就說主要是想做數據 他說香港希望他們可以用這個平台 可以參與他們的數據公司計劃 我認為數據公司很難發達 都是要有些想法 如果香港好像是紫蘭蕃蕃 直谷 因為我有些親戚在那裏打工 他們經常都想一些新計 如果有一個計劃 如果有100個之中 有一個有人看得上 這樣買就馬上發達 很好笑 這就是說起 他們如果要找創投基金 他們要發指 一定要找人付錢 但香港做這些是很弱的 所以香港就算有想法 真的有想法的年輕人 不是炒樓 他們都會去美國或其他地方找 譬如馬雲那時 他初初去美國 不過他又不成功 被30間創投公司拒絕 所以這次去上市 他才說要拿回一筆大錢 是的 那時候Yahoo和Softbank 沒有拒絕 現在就賺大錢 真是很厲害 我們可以怎樣做 好像Taxi App 現在Uber 就好像說他那個市值多少 50億美金 最厲害都是阿里巴巴的支付系統 叫做螞蟻金服 螞蟻金服 他去年都說他的股值是250億美金 25億美金 他今年已經說他值500億美金 他昨天說話時 有人問他是不是要上市 但他還說他還是初贏 不過發展得不錯 但他就說今年內還未上市 但也應該是肯定計劃很快 而是他好像有份投資一個網上銀行的牌 即是說他真的做支付是做得到的 他現在就是把整套東西合起來 所以是一個叫做最強勁的電子商貿平台 有一件事我覺得挺好的 有人問他 如果參與佔中的年輕人向他申請 行不行 他快而准 為何不行 這個好東西 如果那些年輕人現在不回大陸 他說人會改變 他說要改變自己 只要你能夠改變自己 你就可以改變世界 他的概念不如這樣 他就說叫那些年輕人 叫他們不要經常想太多其他東西 先想自己 即是不要經常想改其他人 只要你改自己 你願意自己改變 你就可以改變到將來或其他東西 其實很坦白說 馬雲不是只是口才好 但他說話能夠刺激到人 向一個目標發展 對一個例子的演說 好像是非常之好 好像有很多年輕人很討厭他 不過雖然聽聞 他整天的演說都很重複 他不知道說他有個故事 說阿金正傳 好像他經常用一個故事來說他自己的東西 好像說了很多次 但都說得很好聽 總之這些年輕人都很討厭他 不過有些人叫做民族英雄 一個中學教師 教英文的 竟然甚麼都沒有可以做到這樣 即是中國首輔的 這故事是多難以置 是的 真的不簡單 我都佩服他 不過有人問他 你網上很多假貨 但他的平台有很多新聞 我經常賣假貨 他的答案是甚麼 好東西 他說 我們只有網貨沒有假貨 也答得挺妙的 雖然也答得等於沒有答 他說那些貨是甚麼日 我們每天有12億件商品 是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控制 即是賣得太多商品的時候 我們自然會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發生 是的 還有一個好笑的東西 就有人發現到淘寶網有學位賣 竟然有一間叫香港蘇文大學 哇 其實這件事真的能人所不能 說真的 你說在網上賣古靈精怪賣假貨 不出奇的 但賣到是假的 只作一間蘇文大學的學歷出來 是真的淘寶才做到能人所不能 竟然還拍了沈祖堯做校長 這是中文大學的好友 即是我的母校的好朋友 還有IFC做校舍 非常之厲害 這真是好事 其實我懷疑是否真的會有人買 只是放置 不過有人發現後 他在網站已經出了聲明 說向馬雲道歉 我們不好意思 淚街坊 淚街坊 現在我們刪除了 沒有這個香港蘇文大學 馬雲自己也說 他說我們已經很盡力了 我們有二千人的團隊去打架 說會協助什麼工商 工商局那時候也被人拿來說 又說最近都吵得很交關 他就說他已經溝通好了 他說我們淘寶那些 譬如下一步 他說就是跟全世界其他地方溝通 就說他自己不是做假貨平台 是的 我聽到你了 我聽到你了